你不一定要用3C 你看書也可以上課 為什麼一定要用3C 怎麼眼端 等一下嘛 等一下啦 你不要激動嘛 最後我想問一下 你知道每年有多少人 因為接觸18件的東西 而走路偏差行為了嗎 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問問而已 我聽說 我方的判準 必大於自己很清楚就是 利益可以替代 但是必害是不可逆的 譬如說喪失生命 我想問一下 對方的判準基礎 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我想回答你 你剛剛有說 包括沐昇有說就是 有可能會有性騷擾 自殘 包括什麼綁架 這些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3C這個可能 如果你沒有好好去限制小孩 就是會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我們的一致就是 一個你可以下載很多APP 來監視來監控這些小朋友 你可以限制他們的時間 你不想讓他們超過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都可以 你都可以限制 那你為什麼沒有先去看看 這些解決的方案 而是去說3C就是這樣子 你帶一個小朋友過馬路 你會說 要牽我的手 不要自己走 就是因為你要保護他 就跟3C產品一樣 你要保護他 你要賠他 你要監控他 你要監視他 他才可以有一個安全的環境 OK 根據衛福部統計 台灣因為網路交由 被性侵的小孩 每年有五百人 所以你們要說 有五百對父母的教育 都沒有任何基礎嗎 當然不是說沒有基礎 你其實一直在誤會了 我們一直說 3C產品其實它是有B的 也有利的 但是到底利帶B 還是B帶利 你一直認為好像全部都是B的 我們要忽視他 不是的 好 那麼當然我們剛剛有講到了 這兩年教育部 編列了百億的預算 採購了平板 在全國中小學推出 深深用平板政策 按照黑隊你們的邏輯 教育部這麼做是要害中小學生嗎 我再重申一次 你們說的例就是兩點 一個是教育 一個是減輕贖包的重量 教育可以用老師認為地態 背包數量可以用 遠端教育替代 但我們現在講的就是 我們這些B被性侵 跳樓自殺是沒有辦法被替代的 這是遠遠B帶利的基礎 那我要請問一下 你剛剛說的遠端教育 也就是在後遺境時代 我們用電腦來上課 請問如果妳今天否定了 妳就認為B帶利 那我請問妳在後遺境時代 要怎麼樣遠端上課 謝謝 那我想要說妳要上課 妳不一定要用3C 妳看書也可以上課 為什麼一定要用3C 怎麼遠端 等一下 你不要激動 那我也想請你解釋一下 為什麼覺得你們所提出來的 利益就可以輕易彌補 我們講那些生死攸關的遺骸呢 我可以 謝謝 我想要講的是 我們並不是說要彌補 而是說我們可以掌控 還有我剛才講到說 妳為什麼會覺得要看書 我就跟你講說 妳疫情就是遠端遠端 就是3C嘛 所以說在講說利與B B與利之間 我要想問的事情 都用3C了 妳選擇這樣 不就代表說妳鼓勵 那就是利多於B嗎 還有我想問妳 其實3M這個公司 點亮智多星到了偏鄉 到時候很多的孩子如何使用3C 那你覺得這是善局還是惡局 來 我來講一下 確實限制保護 這些我們都覺得 我們都接受 這叫什麼 配套措施 但為什麼會有配套措施的誕生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 它是天生必大於利 不然我放任它去玩利大於B 慢慢這樣加減加減 自然就是好事嘛 所以我會去限制 今天你們也是從心裡面覺得 它必大於利 我沒有限制 它一定會學壞 最後我想問一下 你知道每年有多少人 因為接觸18禁的東西 而走路偏差行為了嗎 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問問而已 我只是想問問各位 我就想告訴各位 為什麼有18禁這個東西 不是昌明哥哥講的年齡歧視 是保護 因為我們知道 剛才我們所前面講過的 小朋友接觸這東西 有一定的風險 所以我們是保護 那為什麼會保護 因為我們知道 必大於利 好 我想說 我們都在講不好的事情 那我講一些好的 你知道有很多小朋友 有自閉症 有這些學習障害 透過網路 透過3C 他們可以加強他們的 社交的一些能力 然後加上 你知道YouTube是一個 有管制的地方 那小朋友可以去上課 他們可以學語言 他們可以學唱歌 他們可以學很多東西 為什麼你要限制 小孩學習的機會呢 白一對稱是7秒 我方從頭到尾 都沒有限制小孩學習的機會 而是管制他的使用時間跟方法 而不像他們所說的 大人能做的事情 小孩都可以做 大人可以開車 小孩為什麼不行開車 大人可以抽煙 為什麼小孩不能抽煙 請回答我 其實你再說的是法規的問題 那時就完全是不同回事 你未成年了 我要教你教育業去開車 那就是違反法規 那18歲未滿 那你今天如果照你們的邏輯 是不是過馬路 馬路如虎口 你只要認為3C產品是惡魔 馬路也是惡魔 小朋友通通不用出門 是這樣嗎 你怎麼會覺得說 今天不讓小孩子開車是法規的問題 小孩子夠不到油門 你知道嗎 好 這是生理問題 我們剛剛講過小孩子的皮質眼睛 它就是比較脆弱 它就是有可能被傷害 這麼無法逆轉的風險 你們怎麼承擔 我想告訴大家的時候 這個皮質還有這個風險 其實使用3C不是唯一的因素 它有可能會影響到是藍光 那太陽的藍光也很大 那我會說出去曬太陽 就是必大於利嗎 我不會這麼講嘛 所以我想問的事情說 你把所有的事情 都歸入到3C使用 是不是沒有考慮到其他的因素 白對剩12秒 好 你剛剛提出了很多的利益 那我想問一下 每年都有數千個兒兆 因為網路交流影片 外流一些私密影片 然後你要說利大於弊 所以你們要說有教育的利 但是你們就要罔顧那些 小女孩的私密影片被外流嗎 這是人的問題 這不是3C的問題 這是人的惡劣 想要去做這些事情 當然這些事情我們逼不得已 但是不是每一間小孩 都會發生這種事情 白對剩1秒 好的 這麼多的教育學家 都覺得小孩看3C很容易變笨 所以要禁止 所以你覺得他們錯了嗎 好 白對時間到 推隊請繼續 對方口口聲聲地說很多利益 對方口口聲聲地說很多利益 對方口口聲聲地說要教育 可是數據就顯示出來 藍金遊戲有超過20萬個小孩訂閱 我請教一下白對 有什麼利益比那些小孩 在手上自殘還雷得大 甚至是抖音上有兩個小孩 跟瘋狂昏迷挑戰 最近的新聞是 他們用繩子套住脖子 讓他們窒息死亡 請問你們的教育制度 可以來背負他們 去自殺身亡的利益嗎 我沒有時間 白對沒有時間 我來好好講一下 我們不要成為舉例大賽 我們今天只是想說一件事 一個缺點就足以 摧毀一個孩子的未來 我們為什麼要為了 承擔這個缺點帶來的風險 然後去犧牲 所有孩子的未來可能性呢 我們今天覺得這個缺點 無法承受 所以我們決定 要好好的限制 好好的保護 請兩隊的變手 互相握手制衣 好 很好 KIMBERRY雖然中文沒有那麼好 但是我覺得他腦袋裡的東西 是可以震撼人的 針對賀瓏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一個破解法 我剛剛也在想 賀瓏這個大哉問實在太厲害了 你要想一個孩子 從看到一個所謂的色情也好 或者是那種暴力 引誘你去割自己手臂 到真正做這件事 請問是一分鐘嗎 請問是一天嗎 他有可能是兩週一個月 三個月他突然決定做這 所以在這過程中 家長在哪裡 所以最重要的問題 都不是那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一頭 就立刻鑽進去 立 臂 臂 臂 雖然我覺得黃豪平 他這點還是很厲害 他馬上說 因為我們只是要吵 臂大於臂 我把你拉回來這一點 但是 對 沒錯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從遠的 或甚至從宏觀的角度 最後舉證出來是臂大於臂 而且大家都沒有去舉例到 其實YouTube上面有太多好看的 學習就是含金量很高的影片 只要多一兩個這樣的舉例 就不會只是我們一起打電動 那這樣很容易被攻破 就以上是我自己的潛見 謝謝大家 都很精采 謝謝 謝謝